小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再来做一个海底火神爆发的小实验 那我们需要的材料呢 和上一个小实验几乎是相同的 我们需要水 我们需要醋 还有苏打 还有盐料 还有呢 一个空瓶子 还有呢 我们这次需要多一样的东西是植物油 好 那我们呢 先在瓶子里加入水 醋和盐料 给它搅拌均匀 然后呢 我们再倒一些植物油进去 植物油的量呢 可以是和这个是相同的量 上面是油 下面是盐料 那我们现在呢 给它倒进去一些小苏打 小朋友们观察一下 下面的颜料 的气泡 是不是都往上涌了 可以仔细看一下 气泡都往上涌了 你的火山呢 就在这个海底里爆发了 假装这个油是海底 可以再多一些小苏打 它就爆发的更厉害了 看看 气泡涌动的就更快一些了 小朋友呢 也可以用你的小勺子 给它搅拌一下 你看看能发生什么了 静等一下 你看看上面呢 有很多的气泡 最下面呢 有粉红的颜色 中间那个油呢 正在和 那个颜色和水分开 现在有三层 小朋友在家里 也可以试着做这个实验 看看你的效果 是和我的 有什么不一样吗 好的 那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